如果自己的當作魚鋼 用於地殘陷入 剛從見拜 剛到海中的時 海水都會越到車路 不過現在經過十四個月徵收 這個問題已經改善了 今天是行政院長丹建人 又全天去現場 看改善所要的成果 民進院長丹建人二十五歳時 全天來到當作魚鋼 今天跟政府說明 前站以後改善當作魚鋼的行動 現在的漁民 而且更重要的 也是讓我們的年輕人 有一個很好的休憩的地方 比較好處淹漏 比較不會喝水 有苦味的 比較不會滲水 以九八六年起的當作魚鋼 因為地殘下限跟結構老鋼 讓港区的道路跟魚鋼造業的地方 見拜海中的時候 就會有這水的情緒 管政府情出一億七十五百萬的經費 來辦理水環境的改善 要讓魚鋼和觀光發展 有更好的環境 記者靈衛庭 各位報道